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为了这个拳击比赛 这个减重减了15斤 先来看一下 三位经理人 对李斯丹妮的 前 后 后 来 先看前 孟辰 你的前 我的前就是 他就是 一直在我心里 是一个关不住嘴的人 他就是有一个习惯 我们只要聚在一起吃东西 只要手拿东西往嘴里塞 他就会跟着我们一起 拿东西往嘴里塞 他从来都管不住自己的嘴 永远是吃东西主题活动 积极的参与者 非常积极 从来不落下任何一场 所以呢 这是笔幅 我一直觉得 他的意志力比较薄弱 但是参加这个节目之后 之后来了 锁上了嘴 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为了这个拳击比赛 这个减重减了十五斤 结束之后 我觉得只要他开心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孟辰这真是好姐妹 才会给出来的 之前和之后 谢谢 紫棋 看一下 你的之前 我的之前是最大力的女人 但是我感觉这个得一起看 我的之后是最耐打的女人 就是我对她感觉最大的不一样 是我本来以为她只是往前冲的 我们在这个拳台上面 完全没有见过零防守 她就是第一个 就是她真的是不觉得疼 她就是很耐打 好 徐璐 李斯坦妮的之前和之后 我写的是帅气 可爱的女生 这是之前 对 然后因为我接触下来之后 就发现她非常的可爱 她在私下的时候 就觉得也是一个气氛担当 这是我对她第一的影响 然后后面来到这里 我又觉得她就是三步 不矫情 不服输 还有不放弃 就像我觉得 用心写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 她像孟辰说的一样 她为了来这个节目 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受了很多斤 我觉得很有毅力 而且之前上一场比赛 我知道她真的整个人 瘦得非常 就让人心疼 然后我觉得她还去 努力去站上拳台 去战胜自己 我觉得佩服 是的 是的 来 看一看王菊的 比方 从徐璐开始 自信 自律 这就是我对她的印象 我觉得她非常自律 然后也非常自信 每次站在台上 她都感觉 她身上是散着光的 然后这边 我觉得是充满力量 我感觉每次见她 都充满能量 然后在拳台上看她 打拳也是很棒 是的 是的 来 自欺 我写王菊的之前是黑马小公菊 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 她非常的冷静 而且她是很有章法的 就是在初学者里边 我觉得很意外 能够看到这样的表现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肯定是个黑马了 然后呢 之后就是 我果然没看错 确实是个黑马 来 孟晨看一下王菊的 前 后 好 王菊的前 就是美妆达人 对 每次看到她都是 自己给自己画的 非常精致的妆容 然后她的那个 后就是 零包袱达人 因为她那场比赛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她卸掉了所有的妆 轻装上阵 脱掉所有的包袱 所以我就觉得 哇 她真的好厉害 因为她就是一直传递给我们 都是 做自己 不要取悦别人 自己开心快乐是最重要的 是的 其实对于我们所有的拳手来说 在这个舞台 一旦打起来一场全赛 最好的 就是把自己 从未有过的那个状态 都能够激发出来